各位觀眾歡迎收看金股頻道 今天是2019年6月12號 我們在前幾天呢 有搶救這個蝴蝶蘭002號 那現在呢 因為這個002號看起來 有一點點的惡化 所以呢 我必須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惡化的情況 那因為我如果再慢一點拍的話 再慢個幾天拍的話 我看它就已經掛掉了 所以我要現在處理 那其實我覺得應該 我覺得大概也救不了了啦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那我們也一樣呢 帶大家來看一下 那現在呢 因為這旁邊下大雨 我們換個場所來拍給大家看看 那我們將距離拉近來看呢 各位 我們之前是不是看這個花梗 我是不是說這個花梗這個位置呢 看起來像軟腐病的感覺 結果呢 過了幾天 搶救我們搶救了幾天以後呢 哇 這個葉子呢 你看 當時這片葉子切掉 切掉了這片葉片呢 開始感覺到絲絲軟軟的 好像中了軟腐病的感覺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必須要把這個 拆掉來看看 把那個 看起來像軟腐病的位置呢 把它拆掉 在拆掉前呢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 很嚴重 我覺得這蠻嚴重的啦 各位看這個位置 看不看得到 換個角度 這裡 這個位置 看這個位置呢 好像就是 當初呢 我就 那天呢 我們拍影片的時候 我就說這個 感覺像是軟腐病 感覺這個位置 是啦 我們畫 畫個線這個位置以下呢 感覺好像就已經有生病的位置 感覺會感染 會傳染上來 結果 看來好像已經真的傳染上來了 如果我估計的沒意外的話 等我 我如果再過幾天再拍給大家看的時候呢 它可能已經斷頭了 那我們現在呢 當場呢 我如果用力扯它可能會 我覺得它會斷掉啦 因為我們之前拍影片的時候 那個影片的連結在 右上角給大家參考 當時我們不是有兩株嗎 其中一株呢 也是碰一下它就斷了 當時那一株呢 我估計呢 也是像這種情況 那這一株呢 我原本想說 試試看能不能搶救得到 看來已經 為時已晚 我個人認為為時已晚 因為這個位置 看起來已經很明顯的 很奇怪 有問題 把距離拉遠一點 來操作一下 那我們現在呢 當場來幫 幫它做手術看看 我覺得呢 把這切開來 撕開來看看 因為我覺得其實 裡面沒意外的話 應該看得出來 應該是濕濕軟軟的 軟腹病 應該有可能會斷掉 這樣聞起來 可能會有臭味 這個位置啦 各位 看起來這個顏色就怪怪的 你看 你看 有沒有 看感覺得出來嗎 乖乖的 這濕濕軟軟的 哇這個 如果真的 真的要搶救 就必須要斷頭 哇 慘了慘了慘了 各位 我覺得斷了啦 看這個位置嘛 這顏色怪怪的 讓我推一下 這個位置 應該是斷掉了 沒有意外應該是斷掉 我撥喔 撥給大家看 大家注意看 看看看看 有沒有這個位置 看到了嗎 斷掉了 其實已經壞死了 好 撥掉它 撥給大家看 其實它已經斷了 已經壞死了 我們當初呢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說 我先讓你看一下這個中間的位置 你看 剩下這邊 這一小部分是好的 這邊已經壞死了 但是我是不是說 這個 那天的影片呢 連結呢 各位如果沒有看過的話 可以去參考一下 前幾天拍的那個 搶救影片 那連結我們放在右上角 給大家參考 這當時呢 講說這個滑梗這個位置呢 我們我們是預估啦 這個地方好像已經壞死了 那他現在呢 他已經感染到上面了 所以呢 你看這個整個心頭有沒有壞死了 我們把距離再拉近一點 讓你看清楚一點 好現在我們 那個距離拉那麼近 斷掉之後呢 你如果聞到這個有一點點 我這樣聞起來有一點點 有可能有點臭味 這是一種軟腹病的臭味 你如果種菜的人 你可能也會知道說 這種會有種臭味 你看看到沒有 這邊是黑的 然後呢 這邊已經有軟爛的感覺 已經有點蔓延了 蔓延到這邊了 這個位置 所以呢 像這種情況呢 這個根呢 你再怎麼吸水大概已經吸不上來了 所以為什麼之前呢 這片葉子會這樣皺皺的 就有可能是 可能中間已經亂 已經早就已經 感染壞死了 但是呢 我們並沒有 像今天這樣子 硬把它給拆開來 那今天是我們把它拆開來看 才發現說 已經早就已經壞死了 已經死 感染到這裡了 很嚴重了 非常嚴重 那各位你現在看到這個位置呢 我們這樣子斷頭 會有救嗎 嗯 這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具挑戰性的一個 非常非常有很有挑戰性 如果 如果今天 我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我如果要救這一株 那我就勢必要把這邊切掉 因為這上面還有一點點的可能是軟腐便 必須把它切掉 當這個蝴蝶蘭到這種程度呢 我覺得 救回來的機率剩下一趴 就是 除非奇蹟發生 這一趴叫做奇蹟發生 所以呢 我們 我認為呢 這隻 這株呢 是救不活的 只有一趴的機率 但是我們呢 還是要試著玩看看 那我們去 我會換哪個刀子呢 乾淨利路的刀子呢 我們把這邊切掉 好 我準備了 你用的東西嗎 準備了 瑞絲刀 我們要把這個頭 我不曉得瑞絲刀夠不夠鋒利 這個 我還蠻喜歡用瑞絲刀的 把這個傷口切乾淨 很好 perfect 我們切掉之後 傷口呢 要再看看這個傷口 有沒有乾淨 主謂的乾淨就是說 看這傷口呢 切掉之後 它會不會惡化 我把距離拉近一點 讓你比對一下 像剛剛這個傷口的位置 好 我們現在呢 將這個距離拉近一點 各位看一下呢 你看 這剛剛切下來的切口呢 這邊有黑 有點黑黑黑斑 這邊呢 沒有 那我們翻過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 這是剛剛剝下來 靠近這個 黑色部位的部分 然後切掉之後呢 這上面又還有黑黑的 點點 那這邊看起來是比較 還正常一點 但是中心一點 有點黑黑的 如果你要我拆 我覺得可能還沒有切乾淨 根據我的經驗啦 如果這個 我們這樣切下去 它可能過一天 過兩天 它還繼續惡化出水呢 我們就必須要一直切 一直切 那我們曾經呢 拍過那個 胡提蘭 軟腹病搶救的影片 那個影片呢 我們連結放在右上角 當時呢 它的是這個 心葉這邊位置呢 中軟腹病 我們就一直往下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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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得好慘 切了好幾道才停下來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東西呢 我切到這個位置呢 會不會止住 不曉得 而且 現在目前情況沒有根 沒有根的情況下呢 能不能救的活 根據我的經驗是 沒有救活的成功經驗 我們只是想要去嘗試看看 試試看 那順便呢 拍這個影片呢 讓大家知道說 這蝴蝶蘭呢 嚴重到什麼情況呢 給大家參考 那各位呢 你如果未來碰到這種蝴蝶蘭 就會知道說 什麼情況能救 什麼情況不能救 然後呢 如果你像碰到今天 像今天我們這一株這種情況呢 你可能就 直接拆下來看看 是不是會像我這樣子 像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它非常非常非常難救就是了 但是呢 我還是喜歡 我個人呢 就喜歡挑戰 最喜歡挑戰那種 無根的蝴蝶蘭 超好玩的 你看 能活嗎 因為我覺得 連我自己都覺得 非常非常非常神奇 很好玩 好 今天我們影片呢 就介紹到這邊 那未來呢 我這個東西呢 我會暫時先這樣放著 觀察個 我會把葉片噴濕就好 然後呢 暫時觀察傷口看會不會惡化 那之後呢 後幾天呢 如果有惡化我會再拍影片 如果沒有惡化呢 我們就繼續保濕保濕 看看能不能 搶救的回來 今天影片介紹到這邊 感謝你收看 再會